開台啦 開台啦 焦點搏 爺麗達哥 聽到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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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怎麼看西維爾 歐聯 抽中曼聯 不知道 又沒有 外隊說知道這兩隊誰打 輸了 西維爾馬上被曼聯盧大炒 不知道多少個 普巴一球 盧卡古一球 還有什麼一球 很多人 每個人進去 迪基亞也進去一球 西維爾 不用說的 輸硬 沒可能進到級 第一回合馬上收檔 對嗎? 先看看 今早上穿了幾個衣服上班 很少 兩三件 一向不是 我已經很撞 今天我有看一個報告 私人在說什麼濕冷 究竟外國比較冷 外國經常都要五六度 我去完瑞典後 也覺得香港比較冷 真心 不知為何香港是冷很多 有些人說沒有科學根據 或是濕冷 這些都是口同被咬 有些人這樣說 瑞典都有點濕 濕濕的 下雪 下雨 但不知為何我覺得瑞典沒有這麼冷 可能是因為瑞典多的暖氣 室內 經常有 很容易會有暖氣 可能也差很多 香港24小時都要冷 因為你去商場又保持冷氣 在家裡又沒有暖氣 你24小時都在感受冷 你躲進去棉胎都冷 對嗎? 外國有暖氣 所以就是這樣 有什麼冬天商場哪有冷氣 你猜沒有 你以為商場有窗嗎? 你還是有中央冷氣系統 對嗎? 即是密封 商場哪有 中央冷氣系統 Ventilation 他也開二十幾度 對嗎? 對嗎? 對 正開風 還不是二十幾度 怎麼會沒有 你去戲院也是照樣我噴冷氣 我真的不要 你有沒有叫戲院是正開風 你去戲院一向都冷 冬天都還冷 好像巴士一樣 一樣 冷得瘋 有什麼 北方乾凍 乾凍 物理攻擊 有些地方都濕 英國 英國是大風的 你也是會冷 但是 我想最大關鍵是暖氣的問題 你有暖氣 來不來 有地方 暖一暖 暖一暖 你又不太覺得 一入 而且你在外國地方 暗天雪地 你很少 我都走路 說真的 在瑞典 我也一直走 四處走 但是 那種感覺就是差一點 因為 你可能走走走走 又穿過一些建築物 又暖一暖 暖一暖 身體又 立即差一點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 室內 那個差別就是室內的溫度 你看 有暖氣 噴著 就差很遠 日本那些都很冷 日本那些你不覺得冷嗎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去 我去 我去那個時候 NicoNico超會議那時候 3月 我都不記得 幾月 那時候已經是 開始春天 去過到去 哇 晚上冷 神經病 我也覺得 在室內 就不冷 在室外 就很冷 神經病 很瘋 都是這樣 台灣 就一般 反而台灣一開始 想著 香港都開始冷 台灣會不會冷 我去台灣就不覺得很冷 是嗎 好 是呀 給他上去 我告訴你 我去 我拍Ghost Weekend那次 去台灣就冷了 神經病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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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今年1月 今年1月去台灣就冷了 神經病 那時候就冷了 店家想在山卡拉地方 轉報人員 全部工作人員 我穿雨絨 我穿特工隊的衣服 最少衣服 然後那些就冷了 沒有也沒有帶 沒有也沒有一頂 就是穿那些 薄衣的軍衣 然後 我好像沒有 我好像沒有衣服 就是一件藍色的衣服 那 你們記不記得那條影片 我去拍 真人去體驗 安炸彈 你有看過 那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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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Weekend那條影片 真是世紀之動 那時候穿那件軍衣服 一開始穿什麼 迷彩服 都沒有生氣 神經病 沒有看 嚇死 有什麼記得我包尾 我最廢 神經病 怎麼會 我射槍最快 速度 他有個測試射擊 馬上拔子氣槍 手槍就 連射五槍 之後再換機槍 再射到把路 再連射五槍 之後就收槍 這個就是標準 快槍手的測試 我是全隊人員最快 快 光速開槍手 我告訴你 光速開槍手 然後就馬上 把手槍放下 然後換機槍 在那邊射 厲害 神經病 我告訴你 而且全部中敗 一槍都沒有失敗過 平日冬天怎樣取暖 沒有什麼怎樣取暖 可以怎樣 穿衣服 有些人拿暖彈 我都沒有拿暖彈 在香港沒有拿暖彈 反而在那些 在台灣有暖彈 其他人都沒有 有很多CG爆破那段片 爆破什麼CG 真爆破 真安炸彈 哪裏有什麼CG爆破 我是跟台灣的人一起拍的 在安炸彈 一個幫我拿盾 我又在撞炸彈 哪裏有什麼 CG 什麼CG 珍珠也沒有 炸彈 炸彈 很大聲 噓噓噓噓 第一次看到你打遊戲 中了閃光彈 就會噓噓噓噓 噓噓噓 有這些聲音 那時候就馬上 都噓噓了 那時候我還有說過 有一次說到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是有一個教練 那裏裝了炸彈 還是什麼 接著就是 那裏差一點 在近距離爆炸 你記不記得 我說最後一關 有一個真正的任務 叫我們去自己體驗 他說什麼 我不會教你們 那些軍官說 你們已經練習了好幾天 是時候出生了 現在你就要去什麼 毒品工場 什麼殺人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跟一個重機槍手一組 然後就一直去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事前呢 差點炸死 那時候 我那個時候差點炸死 那個重機槍手差點炸死 我是聰明的 我是沒有的 那時候教練就說 千萬不要站這個位 他說這個是死位 那我就好 你們知道我記憶力 我上課是最厲害的 這些 然後呢 重機槍手的時候 就想衝過去那個死位 然後那個教練立刻在這裡拉他走 然後立刻在那個位置 就聽到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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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遊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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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一秒 就 現在整個 那個火柱差不多 整個樓那麼高 嚇到我眼睛都凸了 極近距離 極近距離 那個人更近 那一刻 那一刻都很擔心 那一刻都很擔心 嘩 嘩 死小子 我這樣夾過來 好 有什麼英文都不懂 怎麼會 他事前都沒有跟我說 會有 鬼知那個任務 那時候 打算做我的任務 即是模擬任務 沒想過真的會有爆炸 就算他那時候說什麼 火炸 我也有黑人問號 我說不是吧 會有這麼厲害嗎 鬼知嗎 大哥 在打 你走火警 誰知道真的放火 你會不會想到 你學校走火警 會不會突然間 弄爆灌石遊戲 爆炸 你每個人的學校都會走火警 火警演習 會不會突然間 你學校我的廚房真的爆炸 會不會這樣爆炸 你突然間聽到 爆一聲 你也不知道什麼事 對吧 會會會 明天打電話去問你學校 你們走火警 是不是真的會弄爆灌石遊戲 會 怎麼會啊 大哥 走火警 就是要你無意認真的 但你還是不能突然間有這些 突如其來的事情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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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就是台灣也很冷的 台灣冬天也是冷到神經病的 冷的月份和香港不是很紅的 我就是覺得 啊 又是什麼 什麼 上次走火警 我的同學走不及被火燒死了 那這些就已經不是叫走火警 大哥 神經病 這些就是真的火警 走火警 是演習啊 為什麼要演習啊 就是讓你試一下 明時 你一開始就馬上陣 會不會是士兵 一開始就馬上打 一開始 一開始都是慢慢 先試一些流的槍 然後才慢慢試真 一開始就馬上打 好啊 現在你們立刻 新兵立刻上陣 推你最前線 死了十輩 大哥 所以就是 不一定會這樣 說一些新聞 今天也有很多大新聞 其中一宗比較大 他說什麼 深水堡 香港 發現了 懷疑有個婦人 殺了自己 那個女 十二歲 女 這則新聞很恐怖 就是 為什麼會發現 有鄰居 發現了 就是說 看到那間屋 有血水滲了出來 有血水滲了出來 然後發出惡臭 通常都是這樣 如果有謀殺 或者枝解藏屍案 於是警方開始調查 發現 應該就是 已經被枝解 好像被棄進去 廁所 那些 在那些污水渠 已經塞 塞爆了 所以那些 血水滲了出來 流出來 整件事 一聽上去 你應該是 極度恐怖 說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現在就是 警方還在調查 但是 問過鄰居 他說 經常都會吵架 就是說 那間屋裡 經常會有爭執 很大聲 紛爭 至於 吵什麼 就沒有很具體的說 但是 經常會有這些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其中一個 之前我也有說過 就是為什麼 就是 就是 香港經常有這些 吵架 雖然香港的 兇殺案比較少 但是你說什麼 吵架 家暴 為什麼經常有這麼多呢 其中一個原因有人說過 是 家裡太小 小的地方 就容易磨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我之前也有說過 因為小的地方 大家日對夜 夜對 例如你吵架 假設我和你吵架 當我們一家人 我和你吵架 吵架 你生氣的 你就把自己的房間 叭 然後躲進去 大家那段時間 會有一個緩衝期 你不會繼續罵 有一個人不想罵 躲在自己的房間 縮起來 是不是 否則 如果一間屋很小 劏房 即是我和你一起住 在劏房 就沒有地方躲 就一直在罵 不斷罵 不斷罵 為何不道歉 為何不認錯 還未解決 然後大家 天狼地凍 又未必想走 在街上 一直在罵 罵到沒有退路 然後 可能會這樣 一時 火遮眼 瘋起來 動刀動槍 之類 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有些人 有些專家 有這樣說過 家裡小 對關係 不太好 這是一個缺陷 你可以說 香港人是死靜 很難搞 當然 是否說 家裡小時候一定會吵架 當然不是 但容易 產生磨擦 還有一些很簡單的比喻 即是 霸了他的位置 或者 沒有地方放 爭來爭去 又是會吵架 為何要亂放 一心情不好 就會找些東西 挑剔 為何亂放 這些東西 不放回原位 等等 又會容易在那裡吵架 又會找多了藉口 和別人開火之類 總是有這些事情 所以 是很慘 這件案子很心惡 但到目前為止 就不知道為何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 還未 說得很清楚 嘩! 這件案子很漂亮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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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鄰居打算拍照 留念 嘩! 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寫到這部分 這個我就不敢肯定 你說他鄰居想拍照 拍照 拍照空岸現場 那些 那不是這樣 如果是真的話 但我就不知道 這個報紙沒有寫 他說鄰居想這樣做 我就不敢肯定 嘩! 嘩! 給他上去 還有沒有機會 上面有的 看看有沒有最後 還有 哎! 可惜的 差一點點 這就是其中一宗 比較大的新聞 另一宗就是之前 之前不是說 那個警長 朱經緯 那時候 那時候 示威遊行 就是有片拍照 那時候 之前我也說過 早幾天 早幾天才說 那一宗新聞 就說 他 點鬥即止 他說 那些棍子 咬下去 就是 看下去很大力 但是咬下去 已經收了力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好像李小龍那些 拍電影那些 你看下去很大力 但是其實就是 假打的 那些 那些 我收了 很厲害 怎樣怎樣 現在判了案 就是 醉成的 最新的消息 就是醉成 報紙就說 他可能 就要在監獄 到過 聖誕節 好像還有什麼 他生日 對吧 好像是 判了 醉成 好像 我好像 還不知道 什麼 他是判了多久 還是怎樣 好像 有印象 是 新聞沒有說 但是 他弟弟 好像有 髒話 罵記者 他說他弟弟 是個 督察 還是什麼 然後就罵記者 說什麼 GXLAC 是你啦 報紙就是這樣 GXLAC 是你啦 我不知道他 可能是罵記者 拍到 那段 我猜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 就說什麼 GXLAC 是你啦 有一段消息 忘記哪份報紙 是有說過 他爆粗 罵記者 不是朱經緯 是他弟弟 還是什麼 什麼 然後 好像還有 他弟弟 好像也發表了多項言論 但其中一個 我最記得 是他在說 不知道 GXLAC 是你啦 好 上訴的 不知道會不會 如果上訴是警署 幫他上訴 還是他個人 我都不知道 我想知道 朱經緯這案 很漂亮 朱經緯這案 朱經緯的律師 是代表警署 幫他請 還是 朱經緯自己請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我反而想知道 朱經緯這案 是 有為人知道 如果你說警署幫他請 其實整件事很奇怪 因為警署幫他請 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 包括法官 是納稅人的錢 對 什麼律政署給錢 然後 告他那個 可能是什麼律政司 然後 警察 也是我們納稅人給錢 全部都是納稅人給錢 在打官司 可不可以這樣說 警署請 就是我們請 就是我想說這些 就是這樣 是 他是自貶 怎麼會自貶 沒有可能自貶 我之前也有說過一個事例 全香港沒有一宗 官司是自貶 成功打贏 否則 我是這個選擇 是廢的 除非自貶是有用 否則這件事就是沒有用 自貶 如果根本沒有試過 香港的法律 法庭開了這麼久 都未成功有人自貶 成功為自己 尋冤得雪 根本是廢的 就是一定要請律師 你請不到律師 要是停貿鑑 要是認衰仔 脆脆的 就是自首 罰少些 否則 自貶的功能 是沒有用的 啊 又是丁蟹 丁蟹就坐了 自貶之後 他哪有成功 啊 之前是警察部 籌期幫他打官司 聽說籌期打官司是犯法的 你知道嗎 好像是不行的 這些也是 香港很多東西是不可以籌期的 我之前說過 買樓也不可以籌期的 那些非法集資 是不行的 這件事 是吧 蛤 律師才可以自辯 除非你自己是律師 那你自辯 就對了 用捐款就可以了 包覽訴訟 這件事就是 蛤 所以就是這樣 這件事 我就是 有人給他錢 他這件事 他這件事才有人給錢 事情就是這樣 現在就知道 他罪名成立 判多少 就不知道 好像又要再等 法官是 先判了有罪 之後再想 什麼判多久 怎樣怎樣 這個就是 要再說 之後還有一則新聞 就是阿士 阿士現在正式 開了一次 今天有很多新聞報 有一個叫做 即是有些宣傳片 在宣傳片 有一個叫做 薑屍 我可以看到 最多人在貼 什麼薑屍 一開始我很好奇 說什麼 什麼薑屍 一開始我還沒按進去 我不知道 什麼薑屍 是薑屍 就是吸血薑屍 薑屍 薑屍 GIN 我一開始聽下去 不知道是什麼 我當是M.C.GIN 就是什麼新花名 有什麼品質 有什麼趣味 按下去 一開始聽到 一開始聽到 那段片 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後來因為他唱歌詞 一開始我還沒說得 好明 幫阿士 後來看下去 我是中途 我按了一次 為什麼這麼多人往前 我看了大概20秒 我就關掉了 後來人們才說 你有沒有看殭屍戰 我沒有 我說看了一會兒 沒有看 當然他就說什麼 是阿士 他說阿士 就請了一群人 一群他們那個叫做KOL 其中一個組合就是殭屍戰 其中一個組合就是唱歌 還有兩個女生是樂唱組合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情感軌子手 感情軌子手 還是什麼資料 總之現在阿士正式復蘇起彈 說要搞什麼app 資料 你可以看回阿士的影片 有些經典劇集之類 我告訴你 如果他想搞 我也說之前 如果他找我搞就行 如果想真的大搞 想弄得很好看 一定是找我來主理 找我來做CEO 我就說包 包補搞定 哈哈哈哈 有說什麼前無線高層去了阿士 我不知道 誰 前無線高層是誰 可以直接說是誰 即是 前無線高層去了阿士 阿士好像照在那個廠房 我有朋友去那裡開工 我有朋友去那裡上班 對嗎 陳智雲 陳智雲 陳智雲去阿士 那我不知道 好 Adam彈了上去 哎呀 好吃 差一點 省眾人再來 嘩 漂亮 彈珠基 彈了 彈了 我才是越位 找我扔壽包 我想知道怎樣扔壽包 我就可以做到 什麼 我就是一個什麼 你隨便做一個題材 我都可以做到很有趣 照樣多人看 我就可以做到 你永遠想不到 我為什麼扔壽包 我會這麼好看 我告訴你 你還可以看壽包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節目 是嗎 我就可以想到 告訴你 之後呢 還有一段新聞 香港是有關大麻的 不知道今天警察那裡 還是禁毒處 我不知道 新聞有報 香港吸食大麻的人數 還有那些案件 比去年多了一倍 去年十幾宗 一年有十幾宗 拘捕了別人來吃大麻 今年好像是一個雙倍 二十幾宗 他們說主要為什麼 警察有訪問 新聞也有播 聲音經過特別處理 拍到一些人的背部 接著呢 就在那裡 就是打格子 那些聲音 就是電機械聲 那些說 為什麼 他說什麼 吃大麻呢 他說首先 他們認為大麻 比起其他毒品 當然大家千萬不要試 這些東西 毒品的東西 他說大麻 相比其他毒品 就是那些丸子之類 那些 他說相對便宜一點 他說什麼丸子 那些白粉 那些 貴一點幾百元 他說什麼大麻呢 就是說90元一箭 那些大麻煙 其次呢 他就說 感覺上來 沒有那麼傷 就是吃白粉 他們覺得吃白粉 很嚴重 有些 你記不記得之前 俄羅斯很流行 一種鱷魚 吃完 會弄得整個皮膚 像鱷魚皮一樣 很恐怖 會爛了 有些毒品 會吃到這樣 他們說大麻 相對 沒有那麼傷 神經也好 皮膚也好 病癥 沒有那麼傷 所以多了很多人 在這裡吸食大麻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原因 當然 都是奉斷大家 這些東西就是 千萬不要碰 毒品這些東西 但是 他就說 有一個趨勢 香港現在大麻的流傳量 比較多 可能你們有機會 可能有些 彭輩 如果有的時候 大家就要拒絕 因為他就說 有一個上升趨勢 香港之前也有抓過 一些人 什麼種大麻的 什麼在新街 什麼元朗 什麼有間屋 或者租一間 之前是有一個人 租了豪宅 你記不記得 他說什麼 有一個南美佬 有一個南美佬來香港 租豪宅 在這裡種大麻 他說什麼做大麻鬥 大麻倉 因為那個豪宅染人耳目 他說有些人猜不到 即是山卡拉丁 一個地方 電費很貴 他就猜到 這個人一定是中大麻 反而他說 在豪宅那裡 那些人不知道 有錢人家 用電量高 有什麼出奇 可能24小時 開冷氣 密密密 大麻 最需要就是 大麻燈 好像是 那些電費最厲害 就是要照燈 即是 想他們的光合作用 還是怎樣 不斷拿著 光燈抗斧 好 有機會 再給上去 可惜 沒辦法給到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很熟 很神經病 神經病 是不是熟不熟 你卻看報紙就知道 那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有大麻趨勢 因為聖誕節有可能去玩 有機會遇到 所以都可以跟大家聊聊 提醒大家 另外 又是比較多 剛剛也有人說 用電量很高 現在又有說了Bitcoin Bitcoin這個話題 最近又有說 有一個經濟學家 David Webb 他最近年經常說經濟學的東西 他首先說Bitcoin是一個龐氏騙國 Bitcoin根本就是一個龐氏騙國 他說運作就是找一個比你更蠢的人 他說Bitcoin的運作模式就是找一個比你更蠢的人 他就是這樣很高調地說 這東西是低能的 但是很好奇他說完這東西 他說最近想做一個叫什麼Webcoin 他的名字叫David Webb 大衛為白 他自己就說 所以說我現在會做一個 好像叫做Webcoin Webcoin還是Davidcoin 他說他還會分幾個單位 他說一個大David 就等於100個中David 一個中David就等於100個小David 類似是這樣 然後他說全球限定了100萬還是10萬個 他就說要重新 他就叫大家不要用Bitcoin 就用我這個 這個是... Davidcoin 那些什麼 其實他說的話 跟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說是用Bitcoin 我說是用什麼Bitcoin 用這些 其實到現在呢 我聽下去 我... 很坦白說 你叫我... 什麼... 現在Bitcoin 人們說什麼炒價 是多少美金一塊 2000美金一塊 我有沒有記錯 一... 就是總之一... 一塊 就是一個Bitcoin 就是2000美金 還是多少 還是兩匹 我已經忘記了 總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大家記得嗎 兩萬USD一個Bitcoin 我心想白痴 你買的那些 真的低能 低能的才要買 買這些完全是虛擬貨幣 我現在隨便做一張紙給你買 我都說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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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的供貨幣剪一張紙 簽個名 這個... 達... 達潮幣 他說現在在未來才會有 達潮幣 現在... 我已經有... 我現在才給你 隨便寫一張 全世界只有你 有達潮幣 我說Bitcoin 我都覺得是一個騙案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他自己說 我現在做一個貨幣 大家在這裡爭 你可以炒 怎樣怎樣 他其中一個 為什麼好處呢 他就是想讓別人 沒有辦法去追蹤 或者錢的來源 之類 他就是做了一個交易的媒介 我根本多餘 不用這樣 你就隨便 你想做這些... 什麼交不交易的 你隨便說 我現在給這張茶杯 你隨便在家裡脫下 底褲出來 你看這條底褲的值 我穿過一億 你就跟我買 你想做這些事情 隨時都可以 你不敢搞 你說這些... 是虛耳 虛無飄渺 而且你說什麼 是靠HARDISK 還是SAFE 即是隨時沒有 我寧願是... 好像古代那些 什麼交易物 譯物 這樣更好 你這樣說的話 你說信不信得過 就OK 我告訴你 這件事都很好說的 這個貨幣 就是要說信不信得過 例如我信香港 港幣是怎樣 就是發行 即是會有政府認可 對吧 當然你就不會信什麼 非洲 什麼 進巴布韋 那些 你不信 所以你就不會想要這些紙 你想要美金 即是美國 你不想要這些紙 你就相信他 他說知道他不斷引錢 你就相信 這個國家應該有 短期內 即是他可能會塌 但是你猜十年內 他不會塌 所以你可以放心 去拿他的錢 所以你就會想要美金 或者歐羅 或者什麼瑞士法郎 你就知道 這些是值得玩 玩得過 但是那些 你不用了 別人說我給10兆 即是說 你買了100萬港幣 你也不會想要 坦白說 不如你先唱港幣 你也是這樣說 我收小理 不如你直接唱港幣 對不對 有人相信他買到東西 我就是不相信 你說有人相信他買 我就是不相信 你不相信 還有比特幣 你怎麼知道他的後台 是怎樣 他又不是公開 他隨便按 按鈕 他就可以弄到 他有很多比特幣 你怎麼知道 他可以狂印銀子 你知不知道 沒有人確認 只有整個人才知道 他說沒有 我不會 那你信不信 他自己印一億比特幣 你也不知道 偷偷地加一個 偷偷地扣你比特幣 把你舊的畫 你那些已經過期 你也不知道怎麼搞 這些東西 涉及這些程式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容易被人改 那些東西 然後 那個 Darick Webb 就說 他是不是有說 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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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金 本位 即是要有 黃金 即是 他類似 可以換黃金 還是什麼 他好像有這樣說過 即是 如果你說可以換黃金 就算是可信 但你是問誰換呢 即是 你可以換黃金 但去誰 找回Darick Webb 喂我現在有這麼多 你現在給我一些黃金 除非是一個極度方便 或者真的有人試過 很輕易 嘩 有沒有這麼厲害 否則都是一些 即是這些貨幣是很不穩陣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你是不會 你 我 我就不會膽敢用 即是你們會想炒Bitcoin 你是不是很喜歡包吵 即是你們現在是不是每個人都說 我 我會想要Bitcoin Bitcoin 人類文明發展到這件事 以前就是用銀兩 即是最古代就是最實際的 我有多少塊金 多少塊銀 白銀多少丁 你就知道 因為銀這些是稀有的東西 而且每個人都想要 最古老的時候就是用貝殼 原始人 什麼石器時代 拿貝殼 現在這些就是拿 接著再進一步就是用那些什麼 金本位 就是拿金 金 銀 一些重要的礦物 對吧 這些就是有一個信託 可以隨時變換 即是你覺得有渣 即是古代的銀票 你也可以換這些 你也可以換成什麼 多少白銀 多少丁 那些元寶 多少舊 多少兩 接著後來就發展了 我們信 信這個政府 信這個機構 即是相信它 將這些東西全部 即是脫了歐 這樣 一路一路發展出來 但是Bitcoin 是不是這麼穩陣呢 值不值得你去信 那就是那個問題 又是用午餐肉做貨幣 可以 其實是 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 你說用什麼做貨幣呢 不是不可能的 用午餐肉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在什麼監獄的人 就有什麼一支煙 就代表一元 他們就是沒有錢 你監獄後面沒有錢 然後他們就用這些東西來換 這樣 就是衍生經濟 就是人類 只要有人類多過一個人 就是存在 有一個小型社會 任何東西 即是後來我們發展了 經濟體系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有了這個 基礎知識之後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貨幣 監獄的人 就是加入那些貨幣 就是用這些 兩支煙 換你一塊梳打餅 之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今天不想洗衣服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有這些 就是這樣 對 醫藤開師 都是這樣 對 對 所以就是這樣 用你的屎 可以嗎 就是所有我拼的屎 有DNA 驗到達哥的屎 就是我現在發行一個 叫屎幣 那我就負責拼拼 我每次印銀錢 就等於拼拼 我拼拼 所以 全世界現在 然後我想控制 經濟數量 我現在開始不再拼拼 全世界只有1萬塊屎 咦 大舊的價值大概1萬美金 西舊的價值大概1萬美金 西舊的價值大概1萬美金 西舊的價值大概5千美金 哈 可以啊 可以用屎幣 沒有問題 這東西 一鈴錢 可以啊 哈哈 然後大家就可以炒 你現在可以拿屎幣 就開始炒了 就像Bitcoin 現在已經最高紀錄 大舊一塊屎幣 大舊一塊屎幣 就已經賣10萬美金 看看你們要不要 還會再升值 因為大舊 隨著時間來說 就看來這個屎幣的升值 就很好 沒有記憶 而且這些 不會被人追到你 怎樣交易 屎幣去哪裡 怎樣怎樣 你回去就拿個夾蠻 收屎幣就可以了 那你將來全給你指指酸酸 就 哇 已經發展到幾億了 你又可以 哈哈 你們怎麼看 又是柯爛屎幣那些 怎麼計 我剛剛說得很小 又是怎樣 要是我們可以計算重量屎幣 那最好 一塊屎幣 幾乎幣 這麼重 幾乎幣 來計算 那就知道了 每一刻 市幣現在一刻 就在兌換5000美金 這樣之類 就算到 對吧 對嗎 有人問Bitcoin 怎麼放 有人問市幣怎麼放 銀包 你都放不到銀包 你就拿個Harddisk袋 就是這樣 而且很白癡 什麼掘礦 不知道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很隨機性 他說有機會掘到 有機會掘不到 現在就有些人做什麼掘礦機 他的運作是怎樣 就不知道 你開著這部機 那些人說 要弄一部 兩部的機 然後電費24小時 溫著 掘礦 掘掘掘掘掘 有時候 你會掘到 四分之一塊Bitcoin 有時候 會掘到 二分之一塊 好彩 砍砍砍砍砍砍 那你的Harddisk 有機會就有 一塊Bitcoin 那Harddisk問題 這些人有機會 都會死 你玩得多 你以為你的Harddisk好嗎 都不知道怎麼拿 都不知道怎麼拿 說真的 你說什麼要交易 我都覺得很頭痛 還難使幣 你馬上拿出來 在這塊Bitcoin 找到東西 進去就是這樣 所以就有這些問題 那 至於你說 炒不炒Bitcoin 這些就是 投資有自己的風險 但是我自己聽下去 我也覺得 很古靈精怪 我不會炒 你說你炒什麼Bitcoin 我不如買什麼 美金 我幹嘛買這些 對吧 為什麼你不去炒 如果你是喜歡投資 為什麼你不炒什麼 瑞士法郎 不炒 歐郎 不炒美金 跑去炒這些Bitcoin 至少都會穩固一點 隨時都可以換回 哦 虧了 什麼 美元 急射 你至少都可以換回錢 大哥 對嗎 好 來吧 好 好像我也有見過 一些廣告說 什麼Bitcoin App 很多 這一組段 是有很多這些 這些 然後有些 類似就是狂升 類似就是這樣 就是發脾氣 之類 類似那些 炒賣Bitcoin 還是什麼 而且我這些Bitcoin 也是你要熟悉 就很容易熟悉你 我有一時段 給你一個硬碟 這個人有100個Bitcoin 你現在給我 100萬 你敢不敢給 Bitcoin好像是在硬碟 我記得是 好 好 還是寄在那些 什麼帳戶 還是什麼 有人知道 好 入在帳戶 之前我記得有一次看 一篇文 不知道跟我說 是什麼 入在HardDisk 還是什麼 我都說是奇怪 入在HardDisk 我覺得很低能 入在帳戶 有Bitcoin 銀包 你們現在有多少個Bitcoin 你們有沒有人去掘 我想知道你們有多少人 有玩這些什麼Bitcoin 還是什麼 你們有多少人會玩 寫在一張紙上 寫在一張紙上 就更加容易 什麼不見 如果你們這樣說 就跟我說的一樣 好 看到了 看起來 聽起來 我會覺得很恐怖 我又不會碰 有些人跟我說 送給我 送給我 嘔吵一下 如果他跟我說 現在入了會發財 我又不會真的拿錢去 拿錢去跟你換 這些 你願意拿多少錢 現在 如果有個人跟你說 你說 你說什麼 兩萬元美金一塊 現在 現在 他跟你說 我一萬元美金 就給你一塊 你會不會馬上去買 說真的 我想知道 怎樣甩手 好 有些人立刻 那些人 說 2000年開始玩Bitcoin 現在已經發財 恭喜你 現在 2000年已經有Bitcoin 哪有這麼快 有什麼 Bitcoin 是幾年開始 有這些 在玩 銀行會收? 那我現在 弄屁幣銀行 是不是也會收 如果是這樣 那我也弄 每個人都弄過 什麼銀行 你每個人都弄過 什麼銀行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 我明天拿去匯豐 拿一堆屁幣給他 然後 為什麼 跟我換成 跟我換成美金 拿一堆屁幣 即是 去到那個櫃位 拿個袋 我的保鮮袋 一下子塞進去 銀行 什麼事? 為什麼拿一堆屁幣 然後 跟我換成 這些是屁幣 這 我麻煩 我是匯豐的 職員 這些是屁幣 根據我家裡的磅 就已經是 不知道多少個黑 那天 我想換 我全都換成美金 進去我這個 儲蓄戶口 這樣 你這樣說 銀行怎麼會收 大哥 對不對 我真的不太相信 說真的 以前有一個人用Bitcoin買了 買了一個Pizza 現在值14億 什麼意思 不明白 買了一個Pizza升值 即是 那個Pizza是用金造 還是怎樣 發了模式 喔 你才買了一個Pizza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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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屁幣 14億 還是怎樣 蛤 不是很明白 這件事 蛤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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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些 原始人的東西 有時候很簡單 到後期 有很多概念 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 就不太實在 不太淡實 聽起來就會 很沒有安全感 我不會想 試這些 聽起來就會 好像那些 騙子 說得 天花狼鳳 那些 感覺 當然 我不是絕對 我可能 我是一個門外漢 我是一個傻子 我不懂 有些人 可能說 什麼基金 或者什麼都 有他們的投資 但這些 我聽起來 就不適合我 對於我來說 但是 有說過 現在很多新聞 就是 電費 可能給幾皮 除了 我之前說 幾皮 要不就是 重大麻 要不就是 掘這些 掘礦 什麼Bitcoin 那些 掘 幾部機 他就買 他不只用一部機 幾部超勁電腦 連在一起 狂開 Turbo 狂掘 24小時 在這裡 這樣掘 就是 現在 其中一些人 的 賺錢方法 當然 他 當然 有錢 才會投資 電費 又這麼貴 買電腦 又這麼貴 這樣 上星期 發夢見我 去你家 瘋飲 瘋食 肯定不會 我怎麼會做 這些事情 我生平 他害怕 這些事情 我怎麼會做 我怎麼會去 瘋飲 瘋食 這些是不可能的事 好 給他上去 有沒有機會追回 真可憐 剛剛被人 那一下 微底彈進 領得抽筋 好 好 對 可惜 差點 給一下 剛剛有些兄弟說 AMD CPU 掘不到Bitcoin 為什麼 為什麼 KC 為什麼 AMD 掘不到Bitcoin 為什麼 真還是假 這樣又有一個問題 這些 正常 貨幣要方便大家 每個人都可以掘 這樣才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賺 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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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好 好 之後呢 有一個新聞說什麼 就是說日本 大家 久不久都經常會有一宗 這些新聞 就是悲劇 就是之前 就是 又是說大陸 不知道有一次 試過有一個人 拿一些高壓的氣泵 泵人家 屁股 就是在別人的後花園 那裡 就是 可能在你屁股那裡吹 噴氣 那樣 砰砰你的肚子 就是在那裡 貪過癮 這樣 結果呢 之前呢 大陸那件事 是很慘的 那個人 不是當場死亡 是 整個下午都很不舒服 就說什麼 他肚子一直很痛 很不舒服 擾揚了兩三個小時 之後才送去醫院 就已經不遲了 就說 肚子或腸 已經被氣泵 高壓泵 那些不同 你說 我們平時泵波 泵單車 就是一下一下 泵 那些是那些機器 泵車 那些 超快 一次過泵 壓縮的空氣 很大 結果呢 就是 所以你的肚子 腸 被一下子 灌下去 就有機會爆 結果呢 今天 日本 又是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知道 工業那裡 什麼工業 那些公司 那些 又是在那裡 過癮 還是怎樣 本來又在那裡 什麼惡作劇 打算做古堂士 結果呢 就是 出了事 就是 弄得人家不舒服 然後 送院 好像又是不治 又是死了 就是 就是 來不來 就會世界各地 都會有這樣的一宗 所以就是 我經常都說 惡作劇 就是要有 憤寸 別以為這樣 貪過癮 玩 玩 但有些事情 真的不能玩 一玩就是死人 所以大家 都要小心 其實在學校 有很多情況 都要有這些 這些出現 之前試過 我有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 說他以前 因為他是中學 第二間中學 轉過來 他說以前 就有什麼 木工堂 還是什麼 木工堂 大家知道 有很多機器 很危險 他不知道 有一件東西 就不知道 有一個鋸 還是什麼 他試過 把人家的背部 撞穿了 即是很恐怖 你當它好像是 可能那些是 類似打裝機 突破的鐵 還是怎樣 他就不小心 一人 撞進去 不知道 有個同學的背部 聽到 那個痛 神經病 這些事情 要小心 你們 最後就沒事 去到醫院 可以治療 沒有死亡 但是 就告訴你 學校也有很多 這些危險 這些事情 要小心 我還沒想過 那些學校 我還沒想過 一間學校 有木工堂 你們有多少人 有什麼木工堂 木工堂 就像你鬥木佬 那樣 給你一些木工 那些 我還沒想過 我是上美奴堂 我學校是沒有木工的 一直上美奴堂 我以前的學校 女生想什麼 家政 男生想什麼 就叫什麼 輔導數學課 叫做 Remedial Maths 然後我就 神經病 我說 女生做家政課 就是有個性的東西 玩一下 煮菜 為什麼我們 就要上什麼 數學課 而且那些課 我學校 根本 老師都不會教 結果 那些男生 全部都自己聊天 吹水 啊 啊 亂玩 就是 當我學校這樣 就沒有 沒有 什麼 我寧願上家庭 說真的 什麼馮印 我 我還餓人 煮食 那些更好 啊 啊 啊 我問這些 是不是性別歧視 對 男生 不能上家政堂 我最記得一家政堂 以前 也是 有一天 無故 有間房間 很臭 那個不是我 我間房間 那個是 隔離班 我說 你覺不覺自上星期開始 我說 你這間房間臭到什麼 那時候我也害怕 是不是有人 老實說 也不知道 那時候是否有什麼 紙合床屍 超臭 是臭到不得了 然後 我說是否有動物死了 還是怎樣 我說 我說很不舒服 心寒 入你房間 我說你要聊天 玩不如來我們房間 跟隔離班同學說 結果 後來 決定 那班主任 受不了 隔離班 真是臭 他們已經忍了整個星期 我也不知道怎樣忍 是超臭 然後 那班主任 在第一堂之前 叫他全部人 撿櫃桶 撿清光 全部找 結果 有個女生 嘉靖堂 有些食物 那個食物盒 一直放在櫃桶裡 沒有拿出來 食物 吐得臭 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聞 忘記了 不知道是什麼 臭味 吐了一個 兩個星期 又開始 春天 開始吐 整個飯盒 好像聽說 整個飯盒都已經發霉 超噁心 肯定 臭味 這樣 但 有些人說 他忍到 都是好東西 我也不知道 在他櫃桶裡 他應該是最厲害 但他可以接受到 經常對不起 所以 我已經不記得哪個女同學 好像他們保守秘密 有個協議 不能夠愛 我就不記得哪個女同學 但其實 全班應該都看到 但他們 好像我沒有探子報 給我聽 哈哈 因為 叫黃狗 當然不是黃狗 我說什麼 黃狗 那個櫃桶都沒有什麼 黃狗 黃狗的櫃桶 可能有幾本書 但沒有 而且他也不是想 嘉靖堂 怎麼會有這些 很辛苦 各位 第二位 是時候轉個人 這幅圖是由 知心 兄弟所畫的 他就是畫 我當時在 人中之龍 說的那些說話 那時候 玩夢之繼承者 你可以看到 即是中間 有什麼 夢想成真 那些 做過 做過 有夢想的人 請等等 去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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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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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